嗨 大家好 大家好 呃 这次在安西纳达 这个我经常来这家宾馆 因为我比较喜欢 晚上他有的时候周末有 Party啊 有音乐演奏乐队啊 那个这边 海边的游泳池 那个 而且那个安西纳达这个地方 冬天不冷嘛 那个他号称一年到头七十四度 我是简单的 这个地方的西餐非常棒 我也很喜欢 那个餐馆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好 一流的服务一流 那个什么都非常好 然后我也很喜欢 呃 我正在想我是不是要 哈哈 组织大家来玩一玩 那个来体验一下 那个 这个跟 其实就是很多国家都有很漂亮的海边 我们洛杉矶也有 呃 加州也有 但是 能占一个海滩的宾馆 那是非常非常少 这个 几乎没有 就是几乎没有 所以呢 这也是我为什么来 是来墨西哥的原因 那个 因为 因为 因为我们这边的 条件其实远远 超过比洛杉矶的 洛杉矶人满为患 稍微有点好玩的地方 能够很多很多 我 这个地方呢 各方面条件就不一样 就非常好 那个 游泳池啊 海滩啊 那个 反正想要什么玩的 就是看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的 很多人觉得 哎呀 墨西哥危险 危险 哎 墨西哥有什么危险呢 这个墨西哥富人有的是嘛 那个 各种各样的豪华地方也有的是 中国以前 刚刚改革开放的以前也是一样 对吧 那个 外面破破烂烂的好的地方 像上我们上海 呃 景江宾馆里面的比利公 那 那什么样的条件没有 什么都有 也有 但墨西哥也是这样的 它有 你在表面如果你不太熟悉的话 你看 看的这个地方是破破烂烂的 但这边有很多漂亮的宾馆啊 很多豪华的 豪华的那个resort 你可以在这边来消费 来玩 来享受人生嘛 人生不就折腾嘛 要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享受的 你不能老是 呃 老是都是一样的事情 天天吃喝拉撒 天天过相同日子 很浪费人生这些 我是喜欢瞎折腾嘛 但是不是说瞎折腾 就都是 呃 到了一个 比较便宜的国家 就是去过过苦难生活 我也可以去过 但是我是会去体验各种各样的情况 那个 好的 坏的 那个 这是人生的体验 我也会跟社会上层人打交道 也跟社会下层人打交道 甚至跟流浪去 去打交道 因为我觉得这个都是冷满 都是平等的 那个 像昨天 所谓的上层昨天的 这个酒店的老板 因为我经常来嘛 我也认识他 然后 本来前两年他是要参加参赛的 参加那个选举 参加墨西哥国家的参议员 然后 当时我记得我还捐了东西来 那个 帮助他那个 就是 他还办一个慈善 慈善的那种 帮助 我现在忘了帮助孩子 还是帮助什么 就是一个慈善会 然后 我 特意还过来带了很多东西给他 让他捐给那个 给 需要帮助的人嘛 那么 那时候 他整个的竞选 团队 我都认识 我们都在一起 玩得也很开心 然后 然后呢 我这次来 因为好像有两年没见了 这次来 见了没有 我还突然想起来 你那个参 参 那个 后来去参加那个竞选了没有 他说没有 他的兄弟 现在已经是 是那个 墨西哥 这个 国家的那个 参议员嘛 那么 就是 所以 其实呢 那个 我觉得 每个国家都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就是 这世界上没有最好的国家 也没有最差的国家 每一个国家 都有它好坏两面 都有它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 就是你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乐趣 就是 这不是说 一定 美国是什么好地方 我从来没觉得美国有多好 我觉得 这个好的国家 这个世界上多的是 但是 差的国家 它不等于它没有 没有意思 也非常好玩 非常有意思 各种各样的情况 跟大家 随便聊 随便介绍 我还在想 我要不要组织 那个 过年 新年在这边来过 那个 他 这边 因为我可以跟他说好 来 准备大餐 准备 各种各样新年 过来玩 然后去 周边去玩 来 过个两三天 作为跨年活动 但是我也有懒得做 你知道 因为我觉得好像 我们毕竟华人 不是主流社会 也没有那么多人来 你至少来个八个十个 有点意思去 花点时间去组织 你说三五个人 这有点 其实不用组织了嘛 就随便叫几个朋友 一起来就好了 跟大家随便聊 OK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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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